德华赖神两大队长反思进行调换替 没想到双方都有了明显训练效果 昨晚德华加美娜战队与补入的战队进行首次约练 都知道上次德华队伍受到一次打击后 全员就沉重反省了自己的失误 于是就在昨晚教练与选手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将云书的打野换到廷安上场 然而德华的这一次抉择也让他的队伍也有了不一样的说法 控制直接秒了 控制直接秒了 太装了老弟 前两把廷安都以最佳状态拿下了手上 第三把又换到云书上场 同样的都在12分钟解决了比赛 然而面临这样替换选手选择的还有赖神 自从赖神上回被德华队伍零封后赖神就进入了替补席让小男上场 结果没想到换上小男之后赖神的梦之队坏然一行 当晚约练辣拉拉队伍的时候甚至一度战胜了对方 大生往前打守约守约临有名刀自己换出复过甲 琳都 gender給二大招马 topic来切守约可以 链了链了参了 打姑妹姑妹有六五点 右拨落 破局点这个阵容就找一个影策吧 打姑妹 而且叛未好一点不给机会的话 builder 刚才噓 可威可 然而就在第二把小男选出曹操的时候 赖神却肯定地认为小男曹操不如自己 甚至一度用小男的操作与弹幕进行了打斗 那我就是 我不用在中路丢异景的是吗 小男曹操不知道会不会玩 我说实话 小男曹操玩的肯定没有我好 我曹操穿过国一的 我是被抗住曹操 我是因为英雄太弱才不玩的 你切切就好了 小男他的狂铁我玩的都 他都不会玩 今天还是我教了他 我切切的 我排的时候被亚连 两把都被亚连单杀了 小男如果C起来 我给兄弟们抽500复带行吗 副教练说的 小男如果C起来 我给兄弟们抽500复带 我觉得这把 曹操要被对面打的头都排不起来 对面是神法的狂铁 还有守威良的老虎 游戏开局威良就独自入侵了蓝区 小男曹操为了守兰 教完了三段一技能 于是就在回防塔下之时 小男直接被神法逼出了闪现 完了完了完了 要被跃了 给交伞对 不交伞这个雪男被跃了 还是被跃了 这不还是要 还好有高级能 我就可能一零丢了 可以可以小男这个伞线交灯 果然不交伞感觉要被跃了 来呗 等待小男重新补满状态后 结果又被神法线上抢了冰鞋 小男说的最多的句话是 我被卡线了 很难受 被卡了我两分钟 两分钟关键节点 上路四打四都为了争夺空间之灵 在我方王昭军预判冻住老虎后 小男曹操上前一招制胜 收下西施与牛魔二连击破 更是连神法狂铁都没放 前期小男就拿到了两个头大优势 于是赖神就开玩笑的 想像狂魔哥一样给弹幕抽日元 这把队局漫漫牛魔 频频出现失误不断给机会 14分钟暴君刷新又一次出现致命失误 最后赖神梦之队拿下暴君 便很快结束了辣辣队 我上阶段 我上阶段 这都敢顶吗 不过最后赖神并没有像狂魔哥一样不讲信用 直接给粉刺发了500负担 我心赖呀 我是值得心赖的呀 不是说赖痞的赖你懂的 我说500就是500 行不行